来到加拿大差不多三个月了 在这边还没有收入之前 总想着省钱 本期视频就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店铺 Walkbar 在中国我们买散称的谷物 各种干果 富士商品会去超市特有的区域 而今天介绍的这家店铺 就像是中国超市里那片区域的 放大很多倍以后的样子 进门左手边前排是干果区域 腰果 核桃仁 花生一类 从0.8几刀到3.8几刀 每100克不到 往里走一点是瓜子 大概在0.8几刀 每100克左右 瓜子人是1.0几 每100克 往里面走一段是水果盖的区域 有各种葡萄干 有各种葡萄干 葡萄酒和一些甜品种 因为我最近在练习拍摄酒类的产品 所以买一些回去备用 这里还有奶油 花生酱等一类的东西 这个是蜂蜜糖浆 这是加拿大特产 加拿大人非常能吃糖 所以这家店里最多的就是糖 各种配方 各种形状 各种口味 你见过的没见过的糖 这里都有 这些是 喝多酱 刀 喝多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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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花生 淋 酒 酒 酒 我今天买了些彩虹糖 这里有两种糖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种是差不多有台球那么大的一颗 另一种是像老人假牙一样造型的糖 店里的小饼干一类的也都很好吃 另外占很大区域的是各种麦片 各种米各式欧美人吃的面条 各种古物的面粉 我为了做玉米面不稳 后来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玉米面粉 还有红豆绿豆各种豆角粒一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还有散称的咖啡豆 会按等级分为不同的价格 还有店里还卖一些香皂 都非常便宜 从两点几刀到四点几刀不等 我买过 用起来还挺不错的 店里还有很多漂亮的厨房小模具 我觉得都非常可爱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 这里的小零食都太好吃了